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清清 1234集 小凡啊 我们一家人都没有打开过 这算是我父亲留的遗物 我们也都挺好奇的 要不你把它打开看看 听到楚心父亲的话 张凡看了看几人 然后把包裹在外面的那层丝绸 缓缓地剥离开来 里面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盒 这木头给张凡一种 十分熟悉的感觉 张凡很快便想起来 打造这盒的木头 应该是金丝楠木 这种木头 在老鸡头的棺材铺里面 它是建过的 金丝楠木 也算得上是上等的名贵木头了 这里面的东西 应该是不会差的 这木盒上面 挂着一把老式的锁头 张凡一把就把那锁头拽开 随后缓缓打开盒子 那盒子的上下位置 是两个柔软的内衬 在内衬的中间 是一张黄斧纸 那黄斧纸上 有一个龙飞凤舞的红色字迹 这红色字迹 是由朱砂所绘的 小凡 这是什么呀 看样子 应该是一张葫芦 的确像是一张葫芦 小凡 你是玄门中人 你知道这是什么葫芦吗 我不知道 而且我也从来没有见过 张凡仔细地打量了一眼 对于这个 他从没见过的葫芦 他心中产生了一次好奇 转头对楚心父亲说 说 这东西能让我研究一下吗 哎呀 没问题 以后这东西 它就是你的了 这怎么能行 这是你父亲 给你留的遗物啊 小凡 这东西留在我这儿 也没什么用 另外 纵然小心爷爷全下有知 也不会反对我 把这东西送给你 你收着好了 如果这么一个小小东西 你都要拒绝 那我们怎么能够接受 你对于我们 那么大的帮助啊 听到楚心父亲这话 张凡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只能微微叹息了一声 那 那好吧 这东西我收下 以后啊 你们也不要把我的感激 放在嘴边了 这东西 就算是你们一家 对于我的谢意了 好 那就这么定了 楚心父亲 黑黑直笑 张凡又观察了一会儿 但是 却仍旧没有发现 这俯路有什么特殊的 他只好暂时放弃了 继续帮着楚心家里面 收拾东西 大概一个小时 四人便把该收拾的东西 都收拾好了 东西并不多 张凡的车子 就足以拉下了 四人把东西都放在了车里 张凡驱车 直奔洪港小区 半个小时 车子便驶进了洪港小区里 在楚心的指引下 车子行驶到了 八号楼三单元门口 四人把东西都拿下来 便直接上楼 到了楚心的新家里 楚心的新家非常不错 应该是刚刚装修完的 还没有入住那种 家电家具也都是比较齐全 看了看 张凡对楚心竖了个大拇指 眼光不错 楚心黑黑一笑 然后四个人就开始归着东西 把房间里面打扫了一遍 时间很快到了晚上 张凡在楚心家里面 吃完了晚饭 就回到家里 他回家的时候 正看到方浩明和黄晴云 都在客厅的沙发上面 吃泡面呢 黄晴云看到张凡 显得有些惊讶 凡哥 你回来了 凡哥 方浩明一把嘴边的面 吸到了嘴巴里 跟张凡打了个招呼 今天怎么吃泡面 张凡冲两人笑了笑 坐在了沙发上 这不是月底了吗 兜里面没钱了 黄晴云脸上浮现出了 一抹不好意思 方浩明也是尴尬地笑了笑 随后 张凡在黄晴云的身上 打亮一眼 黄晴云体内 依旧如同以前一样 道气极为紊乱 但父母公的位置 已与身上紊乱的道气同频 方浩 我没什么事吧 黄晴云看到张凡的目光 落在他的脸上 下一次询问 你最近没有感到什么不适吧 闹到没有 那就没事了 不用担心 这时候 方浩明又问到 帆哥 那边的事情都办完了吗 没呢 估计等个十天半个月的 还得回去 我听方言说 那个地方危险性很大 要不你还是别去了 是啊 帆哥 要不就别去了吧 没事 你们两个不用管 对了 我这儿有两样东西 你们看看 一边说 张凡一边把夹在腋下的 木盒拿了出来 放在了茶几上 方浩明使劲拔了几个泡面 用卫生纸擦了擦手 拿起木盒 直接打开 看到木盒里面的黄浮以后 他下意识说道 符落 黄秦云擦了擦嘴 也把目光投向了木盒 哎 还真是符落啊 这符落你们两个认识吗 还有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符落 有什么特别的呀 听到张凡的话 两人看了眼张凡 然后又仔细打量了一张符落 打量了一会儿 方浩明说道 范哥 这符落我能拿起来看吗 当然可以了 文言 方浩明把那符落拿起来 两人仔细看了五分钟 眉头均是一皱 把符落又放回盒子 方浩明沮丧地说道 范哥 我们不认识这个符落 也没有在这符落上 看到什么特殊的地方 黄晴云也是跟着点头 范哥 要不你给我们讲讲 在两人看来 张凡是在考验他们 听到这话 张凡笑着摆手 我不是考验你们 我是真不知道 这是什么符落 听到这话 两人为位一正 而后方浩明笑道 哎 原来是这样 一边说 他一边抬胳膊挠头 但由于目光 一直放在张凡的身上 他并没有注意到 查起上面的情况 他的胳膊 正好碰在了之前 吃的那桶泡面上 那泡面桶一歪 糖汁 便洒向那张浮卤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 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